身为新手创作者 你还在付费用剪辑软体吗? 前阵子剪映开始刷割韭菜后 许多人开始发现 剪映的语音转字幕竟然要收费了 要升级成SVIP才可以使用 但这个功能又是特别好用 能节省很多时间的功能 于是许多人硬着头皮也给订阅下去了 身为一个还没有赚很多钱的创作者 订阅这些软体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因此本期影片我整理了两个 我自己在用 而且在将近2025年的今天 完全免费的AI语音转字幕功能 如果你不想还没赚钱 就花很多钱订阅剪辑软体 那么今天的影片或许对你有帮助哦 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是CAPCOM 软体 这个有很多人说是剪映的国际版 我自己试用下来是觉得真的很像 而剪映的某些功能收费后 确实也还能在这里找到一些 还不错又不用付费的功能 而且界面几乎一模一样 从剪映跳过来几乎不会有适应期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今天的主题 AI语音转文字 首先到Google搜寻CAPCOM 电脑版 完成下载后打开 先随便上传一段还没有字幕的影片 把它拉到下面来 接着点选上面的文字 选择Auto Caption 这里的语言选择你影片里的语言 它除了中文之外也有许多其他语言可以选择 那我的影片是讲中文的 我们就选择Chinese 翻译的部分就选择Now 如果需要翻译就会需要付费 那我们没有要用 只要单纯语音式变成文字 就直接按下Generate 完成后会出现简体字幕 不过也不用担心 CAPCOM 里面有内建几种繁体字幕 我们先点选剪辑栏里面的一行文字 再到右上角选择Text 从这里挑选繁体文字 我们以港风繁体为例 选择之后确定上面Apply to all 有打开 就可以直接转换成繁体 嗯...换个颜色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检查一下基本上就都变成繁体了 它下面的字幕还是会显示简体 不用理它 但影片上的字幕会是繁体 汇出也会直接是繁体 但正确的应该是八成左右 剩下的有一些识别错误的地方 就需要一个个校正了 以上就是第一种快速语音识别的方法 但老实说这种方式比较适合短影片 或不需要文字党或SRT党的人 因为它虽然直接汇出有字幕的影片是免费的 但如果你需要文字党就会需要付费 因此如果你像我一样做长影片 会上传到YouTube需要添加CC字幕 就还是需要可以下载字幕的档案 那么接下来的工具会更符合你的需求 第二这个工具叫做Whisper 它这种语音转字幕的软体 可以解决无法免费下载文字党的问题 可以转出文字党与SRT党 而且它也是完全免费的 不同作业系统的彩点不同 我的电脑是Mac 所以我将会示范这个版本 如果你是Windows的电脑 步骤也会是大同小异 反正都是使用这个叫Whisper的工具 首先在网路上搜寻MacWhisper 如果你使用Windows电脑 那么应该是直接搜寻Whisper就可以了 点击这个 定来之后把网页翻译一下 比较方便看 下滑找到右边的一个MacWhisper免费版 按下再次购买 接着输入右边的电子邮件后 费用打零 按下GET 它就会寄一封开通信给你 不过我其实也没有打开的封信 因为画面跳转到这个页面 直接按下载似乎也是可以 那我们下载完成后 把档案打开 并且解压缩 点击开启后 它会有几种模组给你选择 因为我这里已经先下载过了 所以它就直接跳过这个画面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人 它会有几种模组可以选择 那我自己是下载Small这个模组 跑起来也还蛮顺的 那模组下载完成后 你就可以来到我现在这个画面 这里我就以我前几天拍的那种 10分钟左右的口播形长影片为例 点选Open File 把档案拖进来 稍微等待它辨识一下 OK我正式大约10分钟的影片 它大概1分钟左右可以辨识完成 速度还是不算太慢的 而且这样看起来准确率看起来还不错 出错率不算太高 而且它还是直接跑出繁体中文 这样就不用再多一个转换的动作了 那辨识完成后右侧的部分 选择这个汇出的功能 可以看到下方有许多种汇出的形式 有纯文字的也有包含时间戳的 那大家就自行选择需要的下载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这里全部复制 然后像我一样回到解映里进行文稿匹配的动作 语配完成后再透过熟悉的解映 汇出你需要的文字档或SRT档也是可以的 那以上就是我自己使用Mac剪片时 也会使用的免费语音转文字的方法啊 其实网路上还充斥着许多的方式 像很多人说可以下载快音 但我自己测试它好像只有手机跟平板的版本 如果你跟我一样习惯用电脑剪片的话 可能会比较不方便 因为还有人提供另外一种方式是下载前映的旧版 我前几天找似乎还找得到旧版的载点 如果大家使用Whisper这个方法没有成功 可以再尝试看看那些方法哦 总结本期一天示范两种可以免费用AI转语音的功能 帮助大家在创立频道初期可以节省一点开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做自媒体的方法 可以在下方预约我的对谈 因为如果你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被动收入建立方法 也可以领取我的六大被动收入报告 最后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 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按赞订阅 有其他想补充的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 下次见 拜拜